中老年人大便拉不出来该怎么办 经常被问到的一个附加的问题 说明这个可能是在中老年人中非常常见的 那就给大家几个切实有效的建议 第一点就是要保持水分的充分摄入 因为其实你想一想肠道要推进 这个水是很重要的一个介质 一般推荐像普通的杯子 大概两三百毫升的 喝个8到12杯 第二个点要一定程度上的控制 这个茶叶和咖啡的摄入 虽然我说降低吃来症的风险 如果饮料方面可以选择黑咖啡或者说是茶叶 但是像这些咖啡应用可能一定程度上 会影响排便的问题 所以如果你有便秘的话 可以适当的用白水来替代原来的浓茶 第三点就是要增加膳食纤维的摄入 具体什么是膳食纤维呢 您可以理解 就是我们这个胃肠道消化不掉的一些东西 所以它在里面就不停的翻啊翻啊翻啊 等于可以推个你的大便前进 同时呢 这些上食纤维啊 虽然你消化不掉 但是你肚子里的细菌能够消化掉 那你肚子里的细菌 如果说它生活的好的话 也会帮助你消化 上食纤维含量高的一些蔬菜 尤其像包菜啊花菜啊西兰花啊像芦笋 此外呢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些粗粮的摄入啊 很多老年人他觉得这个胃肠道不好就整天喝一些啊西饭 那比如说增加一些番薯啊 或者说啊增加一些这个糙米啊五色米啊七色米啊 现在超市中很多都有购买的 可以跟白米饭适当的餐一餐 第四点呢为了促进你的排便啊 应该要避免使用一些高脂肪或者说高盐的食品 那这个有几个代表 比如说高脂肪的像这个油炸的 这个油条油饼麻球 很多老年人喜欢拿它当早餐 还有一些传统的糕点啊 比如说这个草米啊草糖啊 还有一些桃酥啊 还有呢像高盐的 像老年人很爱吃一些啊 比如辣鸡辣鸭啊 香肠啊这些辣鱼 这些呢都会啊让我们的便秘加重 然后第五点呢啊 吃完饭之后呢 可以适当的运动 可以过个二三十分钟啊 就出门散步一下 罗西西不也鼓励老年人 每周要一百五十分钟的 有氧锻炼的时间吗 那您可以就放后走一走啊 这样呢是可以促进啊 胃肠到蠕动的 第六点呢就是有大便就尽快拉 此外呢拉大便一定要快啊 不要一直蹲在那里玩手机 那这样子呢就会造成你这个 大便的规律啊破坏掉 本来一个正常的大便三到五分钟 就是能够好好地解决的 如果呢你家的马桶 是比较老式的那种 做的呢不是很舒服的话 可以采取用这个 前面放个小板凳 然后这样腿就可以抬得高一点 这样屁股呢更深一点 会更加好排便一点 这个呢专门适用于 有些老年人 他如果不用蹲坑 就不好拉大便了 最后一点就是 如果您的年龄 已经超过五十岁了 然后又有长期的这个便秘的问题 同时呢 如果您的家族中 比如兄弟姐妹 或者说自己的父母 曾经有查出过一些肿瘤相关的问题的话 推荐还是能够进行一次 这个无痛的肠镜的检查 作为体检的方案 你差不多每个五年查一下 就可以很大程度的减少 这方面的危险 最后呢 如果说真的便秘很严重 一些补剂也是可以考虑的 就是一些上食纤维的补剂 因为有些老年人呢 真的就是不爱吃菜 但是呢 缺点就是 他就要花比较多的钱 你本来可以在正常吃菜的时候 把它完成掉的 现在呢 你要变成买保健品的这个价格 相信呢 这些内容可能对于年轻人啊 也有一定的帮助吧 好的 我们下期见 祝各位朋友健康 感谢观看